企业的想法 因为我是企业的创方人 我的精神就成了我们企业的精神 我的追求就成了我们一家的追求 所以我们企业的特点 当时的话 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们一家的特点是谁 我说你用我说具体的特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这一时半火说不出来 我只能跟你 当时是台湾哪个电视台吧 是吧 哪个在那里采访 对对对 我说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想法 我就想这样 一二三 如果要说非要总结特点的话呢 我说他就是可能是跟别的 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 这个企业从创办之初 就是为了要去行上 这可以算他的一个特点 第二 这个企业从创办之初 就是决定 有一天做大以后 他不属于老板 老板只是其中的一个 现在我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未来的话呢 我的股份会越来越少 那么股东会越来越多 那最后 这个企业的话变成了更多人了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这也就是我们的第三大运作 资本运作 否则如果我们的资本运作 仅仅是跟我个人有关系 我都不好意思站在这里讲了 你赚再多的钱是你个人的事情 你资本运作你再辉煌 你的股票再增值 跟大家没有关系 但是不一样 我们一家的资本运作 是要代理我们所有的伙伴们 一起去共赴资本圣烟 但是大家一起去享受 当然有先来后到 当然是要根据每个人做出的贡献 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你这一波没赶上 还有下一波 因为我们的股票是会不断的会配的 会蒸发的 你可以赶上下一波 比如说我们的股东会越来越多 那今天台上的这些的话呢 是已经被选进来的 作为我们的上市公司的 其中的参与股份的一些公司的 作为董事兼股东 包括代持一部分的股票 那么已经是为大家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也是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伙伴 这是我们一家的做法 到现在为止 包括我们 我们的资本运作 我们的配付方案 这也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先掏出来的钱 我告诉我们的上市的团 告诉他们啊 我们股票没出来之前 我不会收大家一分钱 我先店 我个人店 出来以后 你愿买你再来买 我们不会去提前收大家任何一分钱 出来以后 你愿买我再转给你 一块钱一股